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场车体碎片四散 机车倒地 整个车头扭曲变形 车厢物品散落一地 而停在一旁的轿车也被撞出了大凹洞 左后车位及左侧车身受损严重 事情发生在今天凌晨4点多 台中市西区中明南路 疑似是机车自撞而且速度不慢 骑士整个人摔到数十公尺远的地方 索性意识还算清楚 随后救护车到场紧急送应后救治 不过撞击发生巨响 让附近民众纷纷跑出来关心 我认为应该说 没有 可是因为是后面那一声 前面隔太远了 因为不可能隔那么远 应该就是后面那一声而已 然后它那个金属刮到的声音 原来弄到这台车 令人不解的是 在满地机车残骸碎片中 除了机车悬挂的车牌外 竟然还发现另一块车牌 警方表示 自撞骑士酒测只为零 但驾照被调扣六个月 所以是五兆驾驶 关于两面车牌调查后也发现 调出来的车牌是骑士本人的车牌 但他却是骑成哥哥的车外出 而两面车牌都不是假车牌 至于为何要随身 携带自己的车牌 却骑成哥哥的车外出 这细节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